那个棉被又没有贴上 戴上安全帽 住户来来回回 搬出值钱家当 因为现在家园 成了围楼 有人护着电脑主机 下一位搬出电冰箱 花莲市明里路上的统睡大楼 受到7.2强震影响 外墙磁砖剥落水泥钢筋断裂 被判定结构危险 贴上红灯 紧急疏散住户 隔天才开放民众 回家拿东西 大概从11点到现在 就开始有人路边去继续在搬 目前的话 我可能应该是一机会 先搬去街角的旅馆 搬比较快 三分钟 三分钟 重要的拿走就好 楼梯都不太能走 对啊 里面都 钢筋都跑出来 一步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 最快十分钟 就要把它拿出来 结构危险 限时开放 用搬的太慢 低楼层住户用绳索锤掉 还有人干脆用丢的 比较快 同样被列为围楼贴起红灯的 还有这栋位在吉安乡的山海关大楼 16层楼建筑 外墙列成X状 瓷砖洒满地 屋内全都变形 民众三隔一天回到家 穿越封锁线 拿出重要物品 几乎全部都倒了 对啊 我们有一个很重的酒櫃也倒了 倒在这边 对啊 你说你住了十年 对啊 就是要再找房子 我们回来看到的时候 其实蛮可怕 因为瓷砖啊 车子都被瓷砖压住了 然后也 全部都 地板上都是瓷砖 然后一看到大楼都是裂缝 然后先生又派出来说 里面的墙 看得到外面了 118户被撤离家园 安置成为问题 县府下午也召开说明会 搜集居民意见 希望能尽快加速重建 米社新闻最后报道